Lun Sang 國標舞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Gina 美睫頻道 上週呢 因為我跑去跳國標舞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沒有拍影片 那 大家應該都有欣賞我的國標舞影片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 因為上個禮拜停拍影片呢 所以這個禮拜要來介紹一下這個新的美睫小物給大家認識一下 那這個東西最主要呢是可以用在客人身上的 在介紹這個東西以前我們先跟大家討論一個狀況 就是很多美睫師在幫客人做睫毛的時候 一定都會詢問客人有沒有戴眼鏡 有沒有戴眼鏡就像我這樣 那這客人呢多數來講他如果有戴眼鏡的話呢 那我們美睫師是不是這個側面的時候 我們這個睫毛就不會給他做太長 好 那如果萬一你遇到這個客人 他希望他可以戴眼鏡 但是他又想要做長一點的睫毛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介紹這個美睫小物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呢就是這個眼鏡上面的鼻貼 那他的使用方式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把這個鼻貼拿下來 然後貼在這個上面這個眼鏡的架子上面 其實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這邊常常遇到有客人 他又要睫毛長又要不刷到眼鏡 這是怎麼可能的事情呢 所以呢想來想去之後呢 我們就決定跑去買這個 那這個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尤其是現在戴膠框眼鏡的人很多 因為比較時尚一點 所以如果這個鼻貼稍微加高的時候呢 我們眼鏡就可以稍微撐起來一點點 來我快要完成囉 好 那這樣子呢這個距離就會稍微 稍微 這個鼻墊的這個地方就會稍微墊高一點 那這個距離就同樣就會拉長 那一拉長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做長一點的睫毛了 這個日本的鼻貼呢 它是日本進口的 它是矽膠做的 所以它可以撕下來重複 就是可以洗一洗之後晾乾 然後重複使用 就有點像我們的New Brow那樣子 那比較方便 所以它這個是算是比較好一點的鼻貼 這個一對大概要100塊左右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 我們店裡面也可以準備很多的鼻貼 是那種泡棉式的 那它也一樣一份大概100多塊 但是裡面會有很多對 那萬一你可以準備一些些 這個泡棉的這個鼻墊在店裡面 萬一不小心給客人 如果做不小心太長了 去刷到他眼鏡的時候 馬上幫他貼上這個鼻貼 就可以稍微急救一下 個人覺得呢 這招是一招很好的招數 可以拿來應付客人 那當然呢 我們也不是真的要應付客人 我們一定要做好事前的溝通 那如果沒有萬一不小心 忽略到了這一點之後 這就是拿出來急救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準備一份這個東西 在店裡面 非常實用喔 那Gina美睫頻道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 1 1 2 2 5 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